才剛完工開放的基隆萬木山 海星游泳池 近日傳出民眾受傷意外 民眾腳掌上 深深插入生鏽的長長鐵釘 割傷流血 可能是舊的工程 留下來的鐵網那個鋼筋 應該是要做個檢查這樣 真的很誇張 像現在是漲潮 如果它是乾潮的時候 很容易你就會不小心插到石頭 樓梯牆面也有許多殘留螺絲 甚至是突起鐵塊 處處暗藏危機 民眾才剛踏入泳池 就直接踩到鐵釘 受傷就一 氣氛質疑工程驗收過於草率 市府請廠商緊急處理 要求全面檢查 同樣在基隆也發生另一起意外 木頭欄杆上 竟撕下一條條閃閃亮亮的細字 這全是滿滿的玻璃纖維 一人講尾文帶著小孩 來到海科館遊玩 拍照時把手靠在欄杆上 隨後手就出現紅腫痛癢的狀況 提醒遊客一定要注意 而海科館現在已經封閉二樓平台 貼上警示標語 等待安全無餘後 再開放民眾遊玩 在開放民眾遊玩 在開放民眾遊玩 為朋友 非常密集合